它的巧克力不得了 很好吃非常的香 介紹給你們 這家店也非常的適合 只是很多人卻不知道 這超可愛的 完全現在是吃上去了 停不下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獅獅 今天這影片非常特別 今天一集來就有收到大家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獅獅有什麼韓國推薦的伴手禮嗎 經過快要三年的疫情 其實有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update一下 2023年來韓國必買的伴手禮 都是觀光客不太知道的 就是本地人才會去買的一些伴手禮 非常的適合送你啊 或者是甚至跟朋友分享一起吃 我也覺得非常的棒 而且你朋友一定會喜歡的 首先第一個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在E-Mark可以買到的Choco Sandwich的餅乾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少看到這個 它就是一個巧克力的夾心餅乾 一盒裡面就有五包 它就是個別包裝的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跟朋友一起分 重點是它非常的好吃 它的巧克力真的有夠厚 整片巧克力夾進去吧 這好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不會太甜 個人不是一個巧克力的愛好者 可是當我吃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喔 怎麼那麼好吃 甜而不膩 如果你是一個巧克力愛好者的話 你會更喜歡這個 餅乾它就是做的有點鹹鹹的感覺 所以有點甜鹹甜鹹 就非常的中和 就覺得不會吃到很膩的那一種 我覺得它用來真的非常的有成 因為它就是一種大塊巧克力嘛 可是真的CP值蠻高的 推薦 先來介紹Brick Sand 它們主要就是做肺男雪的這個蛋糕 跟你們說一進到這個店面的時候呢 哇 真的超級無敵香 因為它們就是都會現場做 可以買到最新鮮的這個肺男雪 那它這樣子就是有盒裝的那個包裝 所以也非常適合買回去送朋友啊 或是甚至就是送給長輩們 都會是很大方很好看的一個伴手禮 這間店呢有好幾家分店 我去的是在首爾站 相信大家對首爾站都不陌生 所以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一家店 我買的是巴入裝 也是個別包裝的 那其實Brick Sand這品牌呢 已經算是一個韓國網紅餅乾的吧 但是雖然是網紅餅乾的牌子 可是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獲得很多韓國人的喜歡 發現到這家店呢 不太多觀光客會值得 它其實是一個咖啡廳 就算你不要把它當扳手禮買回去的話呢 也可以去這家咖啡廳試看看 而且他們會把這個肺男雪 做成像這個磚塊的那一個樣子 超可愛的 很香 上面這個呢就是巧克力的杯子 我現在吃的是Caramel 焦糖口味的 整個搭配起來我覺得是OK的 就是配上咖啡一起吃的話 超讚 而且它這個蛋糕是實體的 不是空心的那一種 我覺得好好吃喔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種蛋糕類的話 我真的會很推薦你們可以買這個 或是去現場吃 我也覺得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它非常多口味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 你們最想吃的口味 然後好吃的話就可以把它帶回去 跟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一起分享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這個 KUMOKDOWN的羊羹 大家吃過羊羹嗎 那這個家KUMOKDOWN其實也是一樣 它有很多分店 跟大家已經吵好了 就是在SHOWER站呢 這個BRICKSAND隔壁呢就有這個分店了 所以大家在去買BRICKSAND的這個蛋糕的時候呢 也可以順便去看一下KUMOKDOWN的羊羹 羊羹呢就是用紅豆的一個base去做的 那這家店呢我覺得真的很推薦大家要去買 就是尤其是你要送給長輩啊或送你的話 就是它有很美的那種韓國傳統的包裝 而且進去裡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韓國的那種文化特色的一家店 它就推薦了我這個四個口味 番薯 栗子 柿子 跟這個原味的紅豆 這四個口味呢就是他們家的一個招牌 我現在馬上來吃看原味的好了 因為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高貴 但它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它必須要冷藏保管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買回去的話 你可以加就是用那個冰袋幫你包裝 就是冷藏一下然後再把它帶上北極我覺得也ok的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羊羹呢是那時候 就是有韓國朋友就是買送給我們 就是一人一個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這個這個買回去真的是 我覺得也是超棒的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太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這樣子把它推出來 是不是覺得超有質感的 整個包裝非常的精緻 它就是長成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欸這什麼東西 這是好吃嗎 很好吃 它的口感呢其實有點像 Jelly 可是它不是那種非常DONDON的Jelly 它有點沙沙的Jelly 但是咬下去是非常的軟的 就是非常的好咬 這也我覺得很適合長輩 而且它不會說非常非常甜那種 很好吃的甜品喔 這真的是 我覺得買回去送給長輩真的是很值得 而且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啊 而且它的口味都是非常經典 包裝一定是獲得長輩們喜歡 第四個要跟大家介紹的伴手禮呢 就是這個叫做Index Caramel 它包裝也是非常的好看 它其實有不同的set啦 那這個是六盒裝 它就可以這樣子幫你 綁那個ribbon啊 然後裝一個這樣美美的盒子 收到的人會很開心 那重點是 開心之外呢 這個焦糖也非常好吃 整個包裝超有質感的 我一共呢就是選了六種不同的口味 Ear Grey Halabon Snowberry Matcha 還有White Truffle 跟Almond 這些口味聽起來就是覺得很好吃 那我們先來吃一個Ear Grey的好了 因為其實Ear Grey也是我最愛的那個口味 你們不覺得它整個包裝超好看的嗎 就整個好像是買什麼口紅的那種感覺 超精緻 超有質感 收到的朋友都會很開心 就是這味道 那個茶味超重 所以它整個不會太甜 真的覺得很推薦你們買伯爵香 它們還有很多口味啦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想吃的口味也可以試看 可是我覺得伯爵香一定要買 一定要吃 它不會太黏牙的那一種 但是因為它畢竟是那種姜糖的糖果 黏牙是不可避免的吧 可是它不會是那種黏到好像很難吃 吃得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哇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很香 接下來到最後的要跟大家介紹的伴手禮呢 這一個呢是韓國的一個傳統甜點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會去接觸到 這一個韓國的甜點 就是這個藥果 叫藥果 這個藥果呢算是在Mart裡面呢 就是普通的那種 E-Mart啊 HOMETAS都可以找得到 可是我覺得那種就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呢我就找到這一家 就是專做藥果的店 那這間店呢是在江南的霞澳田 它裡面就是專做這種糕點的 而且有很多韓國人是會去到那裡去訂製 尤其是他們春節啊要送禮的話 他們也可能會去訂很多批 然後也是可以做到很漂亮的包裝 藥果就是一種糕點的 它拿去炸了之後 然後再裹上一個糖漿 所以它就是有點糯滋滋的那一種黏黏的那種口感 可是我跟你們說真的很好吃 而且這個藥果呢是會吃上飲的 而且這個跟冰淇淋一起吃的話 喔 超級無敵好吃 你們買回去的話 你們可以跟冰淇淋一起參著吃 炸過的關係 所以它真的很香 第一口你們吃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欸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這麼硬 可是我跟你們說那味道是會上飲的 而且這家店 它就是新鮮做了嘛 所以呢 不會覺得太油 大家有機會的話 真的要試看這個藥果的 藥果的 就會傳統零食 完全現在是吃上飲了 停不下來 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介紹這五個 我覺得2023年大家來韓國 必買的伴手禮 這些伴手禮呢 可能對大家都是非常的新 可能沒有見過 可是我跟你們說 這真的是才是韓國本地人 也會去買來吃 也會買來送禮的 這些伴手禮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到他們的店面去買 然後可以試吃 如果覺得好吃的話 可以再買 然後送給就是 親朋好友帶回去這樣子 真的推薦給你們 因為我個人覺得 好東西 好吃的就要跟大家分享啦 就希望這支影片 對大家之後來韓國 想要買什麼樣的伴手禮有幫助啦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可以記得給這支影片 就喜歡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韓國更多好吃好玩的東西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台灣美白喲 安喲